再来关注财经新闻 美国商务部7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2020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下滑32.9% 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美国所遭遇的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据称个人消费出口投资以及各州和地方政府支出的急剧收缩 导致美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出现大幅萎缩 根据了解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 美国第四季度GDP下降了8.4% 是当时经济衰退最严重的一个季度 而上一次所遭遇的极为严重的情况还要回溯到1958年 当年的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下跌了10%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表示 目前的经济衰退实际上开始于2020年2月份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近来新冠疫情在美国多地城反铺态势 美国多州再度采取封锁措施 对已出现复苏迹象的美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在疫情消退全球贸易复苏之前 美国经济或很难快速复苏